这天,唐三正在家里看提卡丘,突然接到冰公主打来的电话。 冰公主,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?有什么事吗? 唐三,不好了,我妹妹去樱花小镇了,她的法力非常厉害,你们注意,千万不要去打扰她。 要是我遇见她了该怎么办? 唐三,你别急,我妹妹最喜欢唱歌了。 当她唱歌的时候,你们一定要夸她唱得好听,不然她就会去找你了。 我知道了,冰公主,谢谢你提醒我。 不用谢,唐三我们都是好朋友,记得把我说的话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,让他们注意,千万不要被我妹妹发现了,不然就麻烦了。 我知道了,冰公主,这也太可怕了吧,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。 不好,来不及了。 樱花小镇的居民,你们给我听好,我就是暗黑冰公主。 听说小五是樱花小镇唱歌最好听的,我也想来跟她比试比试,你们也要记得支持我。 我都唱完了,你们怎么都不给我鼓掌,是不是你们都不喜欢这首歌,不喜欢的话,我换下一首歌好了。 这人间有你才特别。 从前。 从前。 吹完风的人,吹上了落日的沸腾。 吹上了沙漠的余温,与拥抱可能。 多少次心海里浮沉,换来了从真里的剧本,风吹来,引入你的眼神。 小伙伴们,我暗黑冰公主也想跟你们做朋友,你们会接受我吗?